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普天三无的意思 就是说普天下没有我不爱的人 普天下没有我不信任的人 普天下没有我不原谅的人 你如果对慈祭有幸福 欢迎你随时来找我 我都可以最少给你介绍 让你了解 就是真的被何师姐真的是感动 她除了叫我们一起做慈祭 我记得她讲过一句话 老婆感情更好 也需要沟通 所以在何师姐身上有些 她也告诉我 要塞奶 要可以塞奶 加上真的是走入慈祭了 带慈祭烈射 到去见到上人 上人一句话 一句好话 也就要好好说 各位好 我是碧秀 欢迎您收看大爱会客室 为您推荐的好戏 珍爱缘起 我们说在慈祭的这些 志工们都希望可以 广邀天下善事 从哪边开始邀请起呢 其实就是我们的左邻右舍了 我们来看看这三位法卿 他们是如何牵起这份缘 首先来欢迎的是 我们的何睿真师姐 主持人好 大家平安吉祥 继续欢迎的是郭浩峰师姐 主持人好 大家好 来欢迎郭凤妹师姐 主持人好 大家好 我们其实都住一条鞋子 大概都是出门 尤其是这些妈妈们 要出门采买 或者是有什么样子的 一个休闲活动都会遇到 你们两位 据说是一起成勇的伙伴 是生设施还是因为去陈勇 知道说到底附近 因为陈勇的关系就认识了 然后就又认识以后 那何师姐说她住哪里 然后我就就我们隔壁巷而已 所以就时常就有来往这样子 那凤妹师姐是因为在菜市场 对不对 对 对 你怎么找到 有哪里去那里买菜 对 我那时候我们一整条巷子 从巷头到巷尾 那我就看这对夫妻呢 都效果常来 本来我是没有跟他们买东西 可是我常常经过他们的店铺前面 我就觉得这对夫妻呢 她笑容非常的纯真 非常的可爱 所以我后来就渐渐跟他们买东西了 对 我们说做生理好求生对不对 就是会招揽顾客上门对不对 但是我觉得当然这个因缘起的时候 我们的何睿真师姐不用说 因为在做好事 绝对不能少你们任何一个人对不对 对 当时候这样子开始做会员 但是要进来到培训受证 您自己一路都是顺畅 有没有受到一些自己的挑战之类的 是很挑战的 因为我那时候 当时候小孩子还很小 那想说 何师姐一直鼓励我说 你出来收募款嘛 然后就好了 就目目看这样子 就慢慢就进入 然后越做就越认真 然后先生就有时候会觉得说 你好好做你的家庭主妇就好了 你干嘛那么鸡婆这样子 去劝人家怎样怎样 所以他就会念我这样 然后我也不肯给他念 我就跟他吵架 然后吵一吵 然后他就会打电话叫何师姐说 你过来 对 你过来处理一下 因为他知道是他邀请你来做慈祭的 要请事主来处理一下 何师姐他是很有智慧 他来到我家就是先说我的不是 你不应该 你不应该怎么样怎么样 你应该要怎样怎样 就把先生先侍奉好 因为你已经很确定 想要做这个不能因为先生的不高兴而中断 对不对 所以师姐念你几句 欢喜接受 他可以继续的往前走 是 那我们的父妹师姐 通常在市场做生意 没时间有时间 没时间带你没款 或是去做慈祭 你又是什么样子的一种心情 有没有什么样的事情 让你决心也是这样做 决心做的时候是 有一次跟何师姐去收三款 那个也是一个我很熟悉的老板娘 陪我去收三款 对 去一个面包店 那我们买 何师姐买了几百块 我也买了好几百块 就跟她收个 我记得是一百还是两百 我反应这样 好像很难拿出来那种感觉 那我以前的个性就是又急了 就说回家就跟她讲 何师姐不要给她收 我还会收一些给你 就这样 我说了就做 她是何师姐回了一句 不可以这样讲 我们身穿柔和忍入衣 要去收三款 她只要肯发心 那上人叫我们身着柔和忍入衣 其实那时候听不懂 柔和忍入衣 不过已经想说 不要给她收 我还会收一些给你 就说了就要做 做了就思考 要怎么去收三款 那以前刚收的时候 其实嘴巴也灼灼的 要说得很流利是很难 后来就改变了一个方法 还没有到 就阿弥陀佛 先把阿弥陀佛去 不管做生意的人再忙 他就知道你要收三款 就从那个时候 慢慢的累积下来 因为上人说 我们不要断了对方的善念 善行 你虽然是区区一百块两百块 可是他每个月能持续的 有那个善念 说我毕竟可以帮助人 其实最重要的出发点在这里 不然老实讲 我们也不说要放在我们口袋里 但是也无意中 启发他那样的一个善念 觉得他也要帮一些忙 帮实际的忙 我因为我在做生意的时候 也一直在讲词 因为有人来叫善款 那就讲 我要专程设定这个人讲 讲了老半天 主角没有缴费款 旁边两三个 听到都缴费款 那就会觉得说 原来很多善心人士 只是我们没有真的开口讲而已 后来也就会改变说 其实要保持平常心 这很重要 对 会费款 人家在叫我们带的 是善款 对 会员 对不对 对 所以我觉得这部分以前蛮有趣的 就是以前我们都会觉得说 没关系做好事 我就给你问一下 你要做就跟着做 但是做慈忌 慈忌人好像那个心情会不太一样 对不对 希望可以启动他那样子的一个善念 然后他可以实际去做 因为其实福报都是回向给自己的 对 所以后来您这个渐渐的进到慈忌当中 您的先生除了在经济上面 在善款上面的支持 在行动上面有没有也特别改变一些些了 就让我出来做慈忌 因为我们活动很多 对 那当时候我们也正在盖医院 就是很需要那个我们也时常带会员回去 那个慈忌列车 那如果他不放我出来 我怎么做 我一定要就是让他高兴 我们才不会说 我们在外面做得很欢喜 然后回家 那个这样子也没有意义嘛 对不对 所以可见 你像碰到了自己的会员 甚至是就是乞丫子 有这种要出来做慈忌 会遇到一些些小小的障碍的时候 家庭一定是很重要的 您会用什么样子的方式 其实我都是有一些设计 比如说针对他们的培养 我会在叫我家 我们就利用下午茶 我们常常在家里 客厅虽然不大 但是三四个四五个 我们就开下午茶 聊聊家里的状况 聊聊吃剂的状况 然后针对他们家师兄 我会设计 有时候到他们家吃饭 有时候到我们家吃饭 然后增进彼此的感情 所以我们两家 变得很好的朋友 了解 真的被我 被何师姐真的是感动了 她除了教我们一起做慈忌 还教我们 我记得她讲过一句话 老婆没有感情更好 也需要下去沟通 所以在何师姐身上有些 她也教我们说 爱撒嬌 爱会撒嬌 所以以前的个性实在是又急又快 讲话都也是这样 快又准的 后来她说 爱撒嬌 就有话就说得慢 加上真的是走路持继了 带持继烈射到 去见到上人 上人一句话说 一句好话也就要好好地说 真的 好话又爱撒嬌 好声色 我真的是被这句话彻底彻底地打动了 了解 真的就是从那个地方 真的改变 改变了以后就觉得说 做什么事情是会辛苦 但是觉得障碍是减到最低 懂 我们现在讲求快速的时候 话也都精简了 也都很快了 结果嘴巴比头脑的思路还要快的时候 不小心 可能就刺伤了别人的心 或者是说错了 收不回来 刚刚那一段话真的也好有用 对不对 一句好话慢慢讲 然后训练柔和 好声色 对不对 缘才会结得多 善心人士才会招得多 所以慈继人应该是说 因为在这样子的一个氛围之下 其实它是 不是只有做好事而已 回过头来每一个都是受益者 受益者 对不对 好 很棒的《真爱缘起》 请大家明天继续的收看 感恩三位今天的分享 感恩 感恩 感恩你收看今天大爱会课室 我们下次见